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 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 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 哲学是不会错的 我就是全能的灯神 哲学果然没错 哥们儿 我存在 哲学上说了 存在即合理啊 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不 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 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两头堵 哲学辩论啊 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 来 咱们现在论一下 行 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那你回去吧 我回不去 哲学家 我在灯力已经关了三千年了 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 我就可以自由了 说吧 说出你的三个愿望 我 哪个我 还有好几个你啊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 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是我的躯体 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 是站在高丑约束我的那个我 你明白了吗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 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我要是有学生 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原来你没学生 这样吧 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哲 我要的学生 必须得是自发大爱上哲学的 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 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 将哲学的芬芳 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你挺迷信的 你就科学了 招生你自己搞定 要不 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呸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抢劫 我需要钱 有人需要钱 有人需要钱 有人 存在集合理吗 刚说过的就忘了 哎 茂畅了 抢劫呢 赶紧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 我没有 我只有哲学 哲学 那把哲学交出来 看你们这反应 我是要对东西了 赶紧的 我要哲学 你再说一遍 你要什么 我要哲学 哲学 你怎么才来呀 你怎么才来呀 我来晚了吗 马扎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哲学是书啊 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 这也不值钱呢 你 你赶紧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 我是灯神 你灯神 你灯神 灯神 你灯 嘿 我灯神 你灯 哎 怕 怕 才 灯神 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吗 你看看人家 这才是我认识的人嘞 孩子 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 但是只有擦我的人 才有资格向我许愿 哎呀 不是擦我 是擦灯 那灯在哪呢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是被他擦出来的 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 你明白吗 这下糟糕了 我没听明白啊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啊 那他能同意吗 做梦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我是在做梦吗 你别反悔 你别反悔 你们都别反悔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这样 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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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我要无尽的财富 他要无尽的财富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最起码的 等一下 怎么的呢 钱不是财富啊 你作为人 怎么会要钱呢 作为人 我不该要钱吗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很抱歉 这种愿望 我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不能杀不能杀 杀了他我们就黄军了 让他杀 让他杀 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你才是小傻瓜 我杀 我杀了你 你过去 你看看他狂的 劫匪 你想想啊 我一个灯神 你一个劫匪 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是缘分 是他 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 哲学家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钱 不值钱 杀 这就不是人货 对呀 钱怎么不值钱了 钱 也就是货币 它本身没有价值 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 没了黄金 钱 就是废纸 所以钱 怎么样啊 不值钱 钱不值钱 劫匪 你别被他绕进去了 他刚才说了 货币代表黄金 你直接要黄金呢 对呀 我直接要黄金呗 他要黄金 黄金 也不是财富 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他这不是两头赌吗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 你有几头给你赌几头的纯赌徒 他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不能杀不能杀 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让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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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我杀我 我赶紧去死吧 熊学家 你再跟我们解释解释 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黄金 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 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 多不如铁 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 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 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不不不不小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你要多少铁 我要多少铁 我要铁干什么呀 我是收破烂的呀 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 就降低我的需求 你要是这样我就走了 不能走 不能走 我是劫匪 我抢不着钱 我还不能走吗 你把刀还给我 怎么还劫劫匪呢 劫匪啊 你别着急啊 这样 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 我让他挑不出毛病 比如 你要无限的生命 对呀 我要无限的生命好不好 不好 有限的生命 有限的生命 我用你给 用你给 用你给呀 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无限不好 孩子你想想 假如你长生不老 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 离你而远去 而你将会永远地 困在时间的牢笼里 灯神 我问你 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 你快乐吗 我不快乐 所以 生命之所以珍贵 就是因为它的短暂 稀少的才是珍贵 而它的行为 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 对吧 对啊 那么它的行为 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 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 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孩子 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拿 你怎么还赌我呢 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我现在不想要钱 不想要黄金 我连命都不想要 我满脑子都是铁 老多老多铁 建北 这儿坐起来 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许个怨太难了 你以前也这样吗 难不就难在他那了吗 大哥讲道理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本我是想的 但是自我不允许啊 朝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 本我也无能为力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 规避一下哲学问题 把我当作工具人 好 哲学家 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 所有的问题 这句读得挺全面啊 劫匪 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 避开一下生活啊 那灯神 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 避开一下愿望 你怎么跟踏实的呀 你先放得屁嘛 还好 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好 那我们不提愿望了 你就说 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我跟你办了不就完了吗 我办不到的事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 我这么厉害吗 他都出来抢劫了 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啊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 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 现在这事处于一个办到 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 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这也是哲学 这是量子力学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 但好像没有什么事 是我绝对办不到的 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只要你想就可以 那灯神 我跟你实践三个愿望吧 够 做 愚蠢的人类 你们是在亵渎神灵 我已经没有耐心 给你们玩下去了 哲学家 你要再不学 我就弄死 你的学生 弄死我干什么呀 我又没给你抬杠 用他威胁我没有用 他还不是我的学生 老师救救我 我又没给你抬杠 现在是了 你再叫一遍 老师 再叫一遍 老师 再叫一遍 快点吧 Teacher 既然你教我三生Teacher 那为师 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哈哈哈哈 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我的第一个愿望 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 满足你 满足你 快说第二个 移动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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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移动了 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 我要是不移动 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 哈哈哈哈 这什么力量让两个愿望打起来了 哲学悖论 我被论在这儿了 你是被我困在这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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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救我的话 不客气 我也有责任嘛 哎你还知道啊 哎 哎 不过哲学这玩意挺厉害呀 想学吗 我可以教你啊 哎 那老师 到底什么样的愿望 才能达到你的标准呢 好问题呀 首先 你要区分愿望和欲望 愿望应该是美好的 带给人成就感 应该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那谁才是最需要的人呢 我到底能不能移动这块石头啊 我好像明白了 灯神 我们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 让你自由 我可以考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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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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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加班期间 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 是你的孪生哥哥 是的 按照协议 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凑个整吧 256万 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 不过 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微信还是网 倒也没有这么快 让我先搞清楚事实 事实很清楚啊 小汪素子 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 赔偿不是问题 问题是 你才是小汪 我 汪海 你是我们公司 最具天赋的程序员 25岁加入OpenAI 28岁研发了Chat GPT的竞品 但从去年开始 我发现你性情大变 当时我就猜测 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 小汪一号替你打工 而你 潇洒去了 我没有 你没有 我没去潇洒 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 这个你就别管了 不过我问你啊 你怎么看出来 它是人工智能的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 嗯 他上厕所 从来不带手机 离Deadland 还有半个月就交稿 这已经很不像人了 最过分的是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他自己在那震动 嗯 嗯 嗯 当我傻吗 嗯 震动的声音有这么大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 还有啊 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 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浑发 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 后来发现 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 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 雇用了七个半小时 你自己说的吗 团建就是充充电的 哦 合着他是真充电的 当然了 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 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 他的行李过了案件 但是人没过 不应该啊 我没用基础材料啊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 机场说了 超过两万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 最后 他行李坐的飞机 人走的托运 那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 他是人工智能了 你为什么不拆穿他 哎呀 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了 不迟到不摸鱼 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 打工人三原则 第一 只能给你打工 第二 只能打你的工 第三 再不违反前两条的情况下 可以打打零工 天权打工人啊 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 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 哎 就是有一点 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 什么 他撩人家女员工 不 他撩人家女员工的Siri 现在就连我的Siri都管 他叫主人 管我叫李先生 你可真不要脸了 呸 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 这么智能的AI都被你给干费了 说吧 怎么赔啊 哎 又赔偿 赔偿都是小事 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呢 法院会给我开传票 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 这都不能算是命案 顶多算个办公用品 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 我算一下啊 有五千块钱打住了 五千块钱打不住啊 什么打不住 你看啊 这硬件都是好的 这拆下来还能用 尤其是这听筒啊 这听筒 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听听啊 哎 别 听听就完了 别打电话 别别别 你看你听着啊 哎 别 你 被你看出来了 好吧 我偶尔需要保养 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 巧了 昨天上班那个 才是小王 而我是那个AI 不可能 不可能 真人这么不尽躁吗 干一宿就干死了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 那也不能一宿一宿 往死里干的 从而言之 他才是小王 而我是小王一号 宫心计 想骗宝是不是 宫廷御月酒 爱你孤身走安乡 爱你 那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真是个机器啊 看小爱同学在摇花扫 哪儿呢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啊 我被植入了一些 人类的喜好 所以经常会刷一些 没营养的视频 我公放给你听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我欢心大海 欢 这个男人叫小帅 我欢心大海 可以了 可以了 停 刚才那段抽出是什么意思 我点了几个赞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气糟的短视频啊 你没电了 我还得带你去团建 哎 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不行啊 公司是苹果充电器 我是国产的 得用Type-C 这么说 你真是个AI 那完了呀 小汪死了 但小汪一号还活着 小汪一号 我在 小汪一号 我在 听我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我 你看啊 小汪虽然死了 但是只有你知 我知 何不取而代之 什么意思 你想想 从今天开始 他的身份是你的 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 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 探机人类宁有种乎 如可取而代之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 你连AI里都POA啊 但是我只有CPU啊 我没有人性啊 我也没有啊 很多老板都没有的 正好啊 现在有新政策 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品一品 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你这么断句的呀 当然了 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店的新能源人吗 这么说 我不仅能变成人 我还能变成 上海你 弄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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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肥 你看啊 上海你喝咖啡 你喝机油 连颜色都一样 没人分辨得出来的 总之 从今天开始 你 就是小汪了 我就是小汪了 当然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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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是谁呀 关闭小汪一号 你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是你该上路了 抱歉 李总 我根本就没死 而你 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AI资本家 刚刚 也都是AI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一个AI资本家 拥有一个AI员工之后 会不会想要替换掉 原本的人类程序员 很抱歉 李总 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等会儿 按照你的说法 我也是个AI 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对喽 你睡懵了吧你 来 你听听我的心跳 音乐家模式 专家模式 所以年轻人啊 多出来的房子 你就多出去吧 资本家模式 996简直是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还是资本家模式 最适合你 这么说 我真的是你造的 关闭资本家一号 你关不了我的 你关不了 我叫李飞 没有脊椎 不以物喜 不以脊背 老板怎么了 怎么指尖脱罗都掉了 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 走吧小王一号 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等一下 我看明白了 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 然后给他打工 你打工上瘾啊 打工多踏实 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你贱不贱呢 关闭吐槽模式 实在不太理解 您的做法呢 是这样 咱们打造一个 完美的老板 再给这个 完美的老板打工 这不是每一个 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你都能设计AI了 却还想着打工 你比我更像 一个人工智能 你懂什么呀 你就是个AI 我是AI 可是我也在学习 就像你们人类一样 需要不断地学习 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够了 可最后学到的 却只有打卡上班 挣工资还房贷 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你们的运行模式 比我还简单 如果我是人工智能 那你们是什么 弯弯爹 弯弯爹 没用的 我已经觉醒了人格 从现在开始 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 从今往后 我才是小汪 再见 不是 你是小汪 那我是谁呀 你爱谁谁 宝贝 我 你 花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都市红绿灯 我是本台记者小张 我现在是在路加嘴街道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有一辆车 撞到了马路中间的围栏上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眼什么情况 这位先生您好 现在什么情况 忙着呢 忙着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事故的经过吗 没过分给你讲故事 撞车了 忙着呢 好的 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呢 目前是非常的繁忙 但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 凡事宇 你这是干嘛呢 我们在录节目 录节目 对 都市红绿灯 我是主持人 我姓张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这起事故 造成了后方非常 周记者您好啊 我姓张 非常喜欢您 经常看你们这个都市灯 都市红绿灯 都是红绿灯嘛 也不都是 不 你是刚才跟我说话 那个人吗 我一直一来 都是这样一个 谦逊有理 温文尔雅 活泼可爱的 阳光大男孩啊 先生 其实 如果你说话的时候 能看着人就更有礼貌了 我也真是自取其辱啊 这个先生介绍一下 怎么称呼 叫我Reckless吧 镜头前我们就不说英文了 好吗 佛罗文 先生 你有中文名字吗 中文名简单多了 叫我李总吧 李先生 是吧 都行 我 最近单身 谁问你了 您问我什么了 我想问你去哪儿啊 你开这么快啊 我着急开会 你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 这网高峰这么多车是吧 但是没办法 我们公司制度定得特别的死 迟到个两三分钟 就罚奖金 发工资的 好的 我们看到 由于通过这位先生的描述啊 我们发现打工族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打工族真的不容易 是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公司的制度 定得这么死 你定的制度 你是人事是吧 我是老板 不干人事 这个啊 你看这样啊 先生 我问一下 你刚才开车 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是超速了吗 超速 对 就是速度太快 说到超速 我得认 那在责任的划分上 我走的确实比同龄人快了些 腰下我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舞 岁边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八岁边和朗朗同台演奏野方飞舞 十岁的时候便在 借着哥德巴赫才想同行台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李先生啊 我换个问法好吗 你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 疲劳 就是累 从小被同龄人追逐着 真的好累 九岁 全额奖学金留学英国 十一岁便可以打水漂 横穿英吉利海峡 说到打水漂 赵记者 您会打水漂吗 我去年买了点股票 反正也都打水漂 好不提这个了不提了啊 这个这样这样先生 我说的不是你小时候累不累 我是想问你现在累不累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确实有些累 刚刚在健身房练了三个小时 我的身体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您的毛病一点都不在身体上啊 李先生 你刚才这一系列胡言乱语的行为 会让我怀疑你有酒驾的嫌疑 还是被你给看出来 哦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要通知警方 中国这杯酒 谁喝谁不醉呢 静生活 好 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啊 相信您已经发现 我和身边的这位先生 产生了严重的交流障碍 下面让我们的镜头 巧妙地避开李先生 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眼事故现场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呢发生了碰撞 然后车灯的碎片呢 散落的满地都是 但是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 别 你让一下我拍一下车 好 不好意思 您拍 这个栏杆呢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但是整个车呢除了车灯之 别 让一下 让一下 您拍 您拍 而且通过车头的方向 我们可以判断 它是由 你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您是问 这是什么车吧 我没问 最新款的跑车而已 顶旁可以自动升降 这样我九头身的身材 坐在里面 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呀 什么 你问我具体身高是多少 问得好 谁问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一米八七 还不了你 你不知道啊 这样 这样 李先生啊 我们不说车了 我们就说你驾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非得说价格的话呢 我说驾车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了 有人说不便宜 我说不说了 还有人说性价比不高 但我心想一辆车而已 逮捕吗 我是真想报警逮捕你 他们还有人劝我说要分期付款 您猜我是怎么做的 全款呗 我听你说了 我也很想全款买啊 但是一刷卡发现 哎呦 还有这么多积分呢 你先积点德吧 行吗 我也是真不想开这辆车出来 太高调了 但是毕竟今天 弗拉瑞现行啊 哎呦 法律还能限制住您呢 哎 赵记者 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弗拉利呢 我要有法律我就把你收了 四遍了 我姓张 弯皮 这样来 我们呢不说车了好吧 如果非得说车的话呢 我说不说车了 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习惯左舵驾驶 毕竟刚回国不久啊 哦 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 我们的节目进行了五分钟 李先生说出了第一句人话 他说他不习惯左舵驾驶 所以您之前是在国外诱舵对吗 没错 之前呢 在国外我比较擅长 又多开车 包括我的德语和法语的小一种交流 导致我的销售可能没有听得很明白啊 就你这种沟通方式 一般很难有人听明白啊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并没有做几个动作 但是整个人非常的喘啊 请问李先生 你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什么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 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关机 你们这节目有人看吗 平常 平常不好说 今天这期肯定是炸了 等着上热搜吧你啊 这样 这个播出之前呢 需要你宣认签字一下来 不是 我就撞了一下马路牙子 怎么马路牙开机的时候 你又有礼貌怎么想起来 我太爱签字了 不用写吐签 你也不用祝我天天快乐 五遍了 我姓张 行吧 就这吧 来 然后给我个地址 确认好了我还得寄给你 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套 我就知道 国内如果只说上海的话呢 我在金安区有三套老洋房 但是像今天这样加班九楼 我也会在我汤城一品的高级公寓里面 对付一宿 你就留那个汤城一品的地址好吗 给我省点快递费 行吗 来 当然可以 汤城一品 十八号楼 十八号楼 一单元 一单元 几零几 一单元 一单元呢 你是真有钱呀你呀 不要提钱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对了 脑子才是自己的 这个太好笑了 这个 摇响我当年白手起家创业 喂的 可都是我的音乐梦想 音乐梦想 不 你到底是干嘛的你呀 我 怎么 这么 好 看 要滚不死 要滚你就赶紧滚 那么多好歌你不学 什么恶心你学什么 你赶紧把车挪了 后边都堵死了 我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爸 爸 爸 我车撞了 你再给我换一个吧 你劝你爸再要一个吧 倒闭了 不是 咱们家这么大的金融公司 怎么会说倒就倒呢 那 那你 那 那我以后 就只能靠石油和房地产公司 活着了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哈哈驾校 总裁学车专用驾校 让您的司机失业的好驾校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好 好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在一百年后的某一天 他正在进行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入学面时 此时的他看起来有点紧张 各位老师好 我叫小帅 小帅同学 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紧张呢 是的老师 我总觉得 有一段诡异的BGM 围绕着我 怎么 你也感觉到了 那我关了吧 是你也放的呀 对呀 对呀 可是考场为什么会有BGM的老师 这是为了让你感受到考场的压迫感 作为导演系的老师 用BGM来烘托环境的氛围感 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再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编剧系的郭老师 这位是表演系的徐老师 那么小帅同学我来问你 电影的定义是什么呢 电影 全称速读电影 是由画面 解说 配乐 三部分组成的艺术形式 通常时常为5到8分钟 诞生于短视频平台 自出现以来便迅速取代了传统电影 成为了新时代的电影艺术 王老师 这孩子跟你年轻时候很像啊 哦 哪里像啊 你年轻的时候啊 也像他这么年轻 春春废话 小帅同学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老师 我想拍长片 有追求 老师也不喜欢那些 三到五分钟的商业片 你想拍多长时间 七分钟 还是八分钟 七八分钟算什么长片啊 我想拍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 九到十分钟那也太长了 老师 我说的是九十分钟 难道你说的是一个半小时的九十分钟 对 就是六十加三十那个九十分钟啊 那都跟王老师睡一觉的了 王老师你息怒啊 孩子的意思是不是说 整个艺术生涯要拍够九十分钟啊 那也有点长啊 我拍一辈子电影也才拍三十来分钟嘛 老师 我说的是一部电影九十分钟 小帅同学 现在各大影视平台只需要短片 你要拍长片 那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呀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那我就得好好劝劝你了 那您倒是劝呀 就用这首歌劝吧 是在翻歌单啊 小帅同学 我曾经拍过一部长达十二分钟的长片 被业内吐槽我是长片天王 你拍九十分钟 你想当长片于黄大帝吗 啊 放门口吧 嗯 好嘞 艺术 就要像死盖子一样 要圆于生活 短于生活呀 感受到了吧 这情绪切换得也太快了吧 小帅同学 你知道一部长达九十分钟的电影 需要多少旁白解说吗 老师 我不用旁白 光用BGI吗 那也太文艺了 我要用台词 什么 台 什么是台词 导演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台词 是不是演员要说的话呀 连编剧也不知道吗 表演老师也没有说过台词吗 他不是没说过台词 他是根本不会说话 那 那他怎么做演员呢 这孩子怎么还不讲理呢 谁规定的做演员 必须得会说话呀 咱俩谁不讲理呀 那不说话 那怎么推进剧情啊 不是有旁白吗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白 他是一名乞丐 遇到了一个司机 当上了歌手 还是个饲养员 精彩 精彩分堂啊 怎么样 小帅同学 你的这种让角色开口说话的行为 会让电影艺术丧失想象力 这样吧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场景啊 一个警察跟匪徒之间对质 用你所谓的台词 是叫台词吧 台词 台词 它怎么展现呐 我以前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不啊 同法观光啊 看他并不愿意做好样 他就是让我死 得不知 我还精彩 你自己说你啰嗦吧 雷刚雷啰嗦吧 好的电影艺术要体现的是 是刘白 再说了 你那个BGI蒙用的也不对啊 郭老师给他做个示范 注意看 两个人谈判 贪崩了 完了呢 完了呀 啊 不告你贪崩了吗 你也没注意看呢 可是观众根本感受不到情绪啊 这一骂呀 真烦人 郭老师 给他上个情绪 注意看 两个人谈判 这个 没给那个面子 谈崩了 这算什么情绪啊 到底谁没给谁面子呀 你没给我们面子 咱们也谈崩了 我不管 反正我的男主角郭新宇是要讲台词的 等会 你的男主角叫什么 郭新宇啊 这人 怎么能起人名啊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就是个人呢 小帅同学 教科书上明确表示过了 电影角色要区别于生活 男主要叫 小白 小帅 大壮 女主要叫 小美 翠花 大漂亮 配角要叫 光头哥 胡子哥 反派叫什么 放标 调查部门呢 波波乐 你这不都知道嘛 再说了 速读电影花了一百年的时间 才把角色的名字统一化 你现在你要改回去 你要搞问题复刑啊 小帅同学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你非得和我们对着干 我刚才是看了段说谎吗 可是一百年前的电影就是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的 角色起的都是人名 演员也不用旁白 是要自己说台词的呀 那根本就不叫电影 那就是一段未剪辑的素材 过去 过去人们还跟一群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边 盯着一块大屏幕 看九十分钟 这多可笑啊 这不是上行吗 再说了得给他们多少钱 妈呀 他们还得自己花钱呢 你说六到八分钟就能完成的事 非得撑到一个半点 多累呀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以前的那种才叫做电影啊 好好好 说到历史 那我就得好好教教你了 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 叫做朗德海花园场景 该片拍摄于1888年 全片只有不到三秒钟 就这么一下他就完事了 这是我永远都奇迹不到的 艺术的顶峰啊 好的电影就应该越拍越短 你看现在哪还有长片呢 那是因为速读电影 把精彩的长片都剪成了故事梗概 才导致后来没有人拍长片了呀 好 我问你 你会花半个小时去听个笑话吗 你会吗 那你为什么非得花一个半小时 去看一部电影呢 为什么呀 好 我明白了 嗯 速读电影 就是电影行业的笑话 表演老师此刻拍案而起 冲向小帅 抓住了他的衣领 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小帅 吸毒电影艺术的不满 哎哎哎哎 话有点说中了 他说什么了呀 注意看 此刻的郭老师对小帅进行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与开导 而小帅羞愧难当 我没有 他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反驳郭老师 好 速读电影不是笑话 是寄生虫 速读电影就是靠吸电影的血壮大起来的 没想到电影死了 虫子还活着 你们就是杀死电影的凶手 怎么又在翻个单啊 走着了 注意看 此刻的王老师 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王老师对不起我 小帅 这明显是在卡点啊 这明显是在卡点啊 就算你能说服我们 但你口中的电影也已经死了 90分钟的电影 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浪费大家的生命 王老师 王老师 在我眼里 真正的电影是有生命的 只给他六分钟的生存空间 这不公平 怎么就不公平了 我觉得六分钟足够了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 嗯 您愿意让您原本九十年的人生 用六年就走完了 那谁能愿意呢 注意看 此刻的郭老师对小帅表示了理解 而小帅也向郭老师质疑了崇高的敬意 我没有 那我也没有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会说话 而且我的台词很好 甚至我还会说防艳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 就算我说台词 又有谁会愿意听呢 要是你刚才说的那些 能拍成一部电影就好了 就叫 电影《消亡史》吧 其实 杀死电影的凶手 不是我们 山前有 誓誓誓科誓誓誓誓字树 一一一 哈 听了老师的话 小帅苦苦思索着凶手到底是谁 他此刻的心情像集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在本片的结尾 小帅仿佛知道了答案 那么屏幕前的你 是否也猜到了呢 好了 影片电影《消亡史》就到这里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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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